过故人砖 故人聚基属 邀我治田家 那是孟昊然叔叔吗 看起来好像是 走 跟上去看看 孟昊然叔叔 您刚刚念的诗是什么意思呀 我的老朋友准备了一桌子饭菜 邀请我去她的家里做客 什么饭菜呀 鸡肉 还有黄米饭 太棒了 我们能跟您一起去吗 当然 小娃娃 你跑错方向了 在这边 故人聚基属 邀我治田家 小朋友们 故人指的是老朋友 聚是准备的意思哦 基属就是鸡肉和黄米饭 这里指农家丰富的韭菜 邀就是邀请的意思 这句诗就是说 老朋友准备好了丰盛的饭菜 邀请我到他的农家小院做客 我们要进山洞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沐浩然叔叔不见了 我在这儿 沐浩然叔叔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不会的 跟我来吧 哇 青山绿树 真的是太美了 绿色的树林围绕着村子 城墙外面的青山连续不断 臣是绿树村边河青山锅外邪啊 哦 沐浩然叔叔 那边有一个叔叔正冲您招手呢 绿树村边河青山锅外邪 河就是环绕的意思哦 锅指的是城墙 小朋友们 这句话就是说 翠绿的树林围绕着村子 城墙外面的青山连续不断哦 我准备了鸡肉和黄米饭 欢迎你们到我家里做客 鸡肉和黄米饭我最爱吃了 故人聚鸡肉和黄米饭我 故人聚鸡属 邀我治田家 绿树村边河青山锅外邪 好美的诗啊 孟浩然叔叔 这首诗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拜访了老朋友的村庄 就叫过故人庄吧 过故人庄 完成任励鸡属蛇 邀我治田家 绿树村边河青山锅外邪 보이 嗨 我还丑任励了 过故人庄 唐孟浩然 故人聚鸡属 邀我治田家 绿树村边河青山锅外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